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这是PK四房菜的环节 是我最有满足我权力欲望的一天 权力欲望 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他们谁胜谁负 对 开个玩笑 更多的时候大家来分享这种营养的知识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可以用环肥燕瘦来形容 各有千秋 看看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什么样的美食吧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是五彩海鲜饼 这个海鲜饼主要的是用蔬菜做成的 在做的过程中 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做出来的 五彩海鲜饼并非海鲜满意 而是以蔬菜为主 海鲜值起到了调心的作用 在吃惯了大鱼大肉的生活中 适当使用一些蔬菜饼 可以起到平衡膳食的功效 对身体的好处也是很多的呢 那么就让我们跟着贾女士学一下吧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一道菜是珍珠翡翠炒虾仁 这道菜营养丰富 使得现眼吃起来非常好 也利于健康 将莲子枸杞等食材入菜还真是一种新颖的做法 但是莲子也并非简单的炒制即可食用 她前期的挑选 泡发以及炒制都需要很大的技巧 再配鲜虾提味 使得要帅美食也变得容易入口 想知道怎么做吗 继续看节目吧 好 欢迎今天我们一号家店蒋阿姨 欢迎你阿姨 阿姨今天要做一个五彩的海鲜饼 一般海鲜饼我们也吃过韩国料理店里面 有那种是不是 是那种风格的吗 就是说有一些蛤蜊啊 包括有些墨鱼之类一起来做那种 没有 今天我主要是以蔬菜为主 蔬菜 那怎么体现出海鲜呢 海鲜只是放一点蛤蜊 或者是有时候可以放点虾皮 很简单的海鲜 放一种就可以 就是说今天这个适合哪种 适合那种呢 如果说在家里面减少成本完成一餐 或者说内陆地区的人来做 就完全没问题了 那今天就欢迎贾阿姨 帮我们做非常好吃的五彩海鲜饼吧 第一步我先把嘎啦 请到人家就要嘎啦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称了蛤蜊 我先把蛤蜊来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好嘞 那把它呢先等号给它烫熟 其实说起蛤蜊啊 大家都知道 它算是一种很常见的海货 对对对 因为它你像蛤蜊有很多这个有名 就说它的味道鲜美 有天下第一鲜 还有江苏人呢 说蛤蜊肉百味是零 就吃了蛤蜊肉呢 白种味道都失去它的新鲜的感觉了 而且呢蛤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你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就是氨基酸 还有碳水化合物 还有钙磷 铁蒙这些矿物质 以及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氨基酸 以及牛黄酸 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所以说蛤蜊这边阿姨我看到 你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加工蛤蜊 加工蛤蜊 我今天呢别人一般做蛤蜊的时候呢 都用水 这样用 对对对 它超开了 我今天呢就这样干炒 你这样烤它属于是 对对对这样干炒 可是你连油也不放什么都不放就这样干炒 对因为蛤蜊本身它在成熟的锅中 开口之后 对对对 也下一些汤 对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蛤蜊汤要出来一点的话 肯定会更加的鲜 因为绝对是圆汤啊 对就是用它这个圆汤 圆汤 所以做出来的非常鲜 那我想问一下佳余 如果说我们用那个锅中的屎哈煮的 是不是要比这个呢 更加容易焯熟一些 如果烤的话是不是得烤很久 这也快 因为我要用这个蛤蜊的时候 不要把它烤的 你看我们像用水来煮的时候 要它熟了 起码都开要三分钟 就是 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它这样炒的过程中 它你看它慢慢的 它自己就开开了 我就往外挑 它很嫩的时候把它都挑出来 这样呢 我们在第二次在烙饼的时候呢 这个肉照样出来还是很嫩的 不会老 你别说这个我小时候啊 还真吃过酱鱼做的一个蛤蜊 就是我妈妈有一次是这样做 那是我觉得是天下最美味的东西 直到现在吃了很多蛤蜊的做法 也觉得那一次酱就是干酱干炒 还是最香美的 我倒觉得这个是不是它会保留更多那种蛤蜊在里面 因为如果是加了水的话 它会有一些营养物质也好 它的美味也好 都会流逝在这个水液当中了 这样会最原汁原味的保存它的它的美味 我发现这烤开汁水直接又烤干了 我看到贾姨这时候你把干子干什么 我稍微一闷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它一会顿顿顿自然的开开 自然的打开 闷一闷之后 然后咱们开始调 那这样不是这样吗 像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准备 调面之类的或者是给它改刀 然后再先把萝卜给它炒一炒 切一切 把萝卜擦成丝 擦丝 擦丝 擦丝好像比较省功夫了 萝卜擦丝 所以这个胡萝卜一会要擦丝 对 都要擦丝 这个萝卜啊 你看胡萝卜也是一种很棒的食材 就叫做这个小人生 对 在国外把它称作小人生 因为现在研究发现呢 就是 你像美国的研究机构就发现 如果一天吃到两根胡萝卜 那人体胆固醇的含量 就可以降低10%到20% 如果你一天可以吃到三根胡萝卜 就可以很好的预防 你心血管疾病已经癌症的发生 你看今天贾姨选的这几种 都得到了老师王健老师的肯定 就差这一种黑黑的木耳了 这个大家我觉得 一看到它就觉得 第一 贝儿喜欢厚的口感 第二 贝儿爱它吃完之后 那个尊厚的营养价值 对 木耳也是 它的在铁元素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 羊血美容 然后助盐防衰老的一个作用 再者呢 就是我们很多女性 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轻轻一碰 身上就有青一块紫一块的 出血 就是你身体的维生素 太缺乏了 对 而这个木耳当中呢 是含维生素 特别丰富的 所以它能很好的 调节人体的这种 出血凝血机构 防止人体的 不正常的一个出血 第三呢 就是这个木耳 还有这种胶原物质 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呢 它能把人体肠道啊 一些杂质啊 一些粉尘 一些微生物的聚集起来 然后帮助它排出体外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呢 你像纺织厂啊 还有一些重金属的一些加工厂啊 他们的工人定期就要吃这个木耳 发木耳 吃木耳喝木耳汤 为的就是把体内这些粉尘啊 还有这些毛血啊 更快更及时的排出体外 哎 就是包括啊 有一些这个从这特殊工作 比如说辐射比较多的 对 你要吃它 多吃点麻 希望把这些杂质都带出去 对对对 那今天我觉得咱都放点木耳 好不好 都放点木耳 增加点口感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您选的这种 还挺合适的 甲银 你看 脆脆爽爽的 摇起来有韧性的 还有摇起来QQ的木耳 嗯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制作 因为它每一样的选材 都是我们老百姓 就是常见的 常吃的 而且价格非常的低廉的 就是就是 好 这是把木耳呢 切了小的细细的这个小丁 嗯 少来一点盐 一点盐 跟大家说一下 盐不要放太多 嗯 因为待会有海鲜嘛 就是 口中的对身体又不好 很讲究阳生 嗯 大家看我放好盐之后呢 嗯 就稍微把它拌一下 搅拌均匀了 搅拌均匀了 就得成了 对 其实你看一下 还是以菜为主 嗯 对对对 所谓的饼就是用面 能把它调成糊状 对 能把它烙成饼就可以了 定性我发现 我们的蒋阿姨非常的细心 就是它的菠菜是用水超过的 就是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菠菜当中呢 虽然含铁非常的丰富 但是另一方面 草酸的含量比较高 嗯 而草酸呢可以影响 我们体内对钙质的一个吸收 嗯 所以在做菠菜的时候 最好是先用热水把它抄一下 再用菜 就是 而且一定一定一定的记得 嗯 刚才我也打上两个鸡蛋 嗯 然后呢调一下 把它搅匀了之后呢 嗯 嗯 放这儿吧 嗯 就是放在面 让它醒一醒 也不方便 还是不方便 让它醒醒 我们的蛤蜊肉 对 蛤蜊肉应该这样 来处理蛤蜊了 哎呦全都已经打开了 这时候把这个蛤蜊肉一个一个的取出来 对 我现在呢就要把蛤蜊肉放上 嗯 你再调一下 嗯 在调的过程中 刚才为什么 嗯 我放上盐之后 先没急着 把这个蛤蜊放上呢 因为我放了一点盐 哎 本身的萝卜下的汤都在里头了 就是 再加上鸡蛋汤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 现在的这个稀后呢 来放一点点面 就是就是 这时候这个面主要是让它们在一起粘连 您够的作用 对对对 一点点面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嗯 你要觉得现在还觉得这个还不大好 那么你再放上一点 再来一下 哎 其实这个这个饼就是以菜为主 就是 嗯 刚才那个蛤蜊那个汤 嗯 哎圆汤 哎千万不能浪费 对 这是鲜的来源的 哇 现在放进去了 好 这时候呢给咱一把火哎 哎 可以开火了 呃 油消很多嘛 再烙这个素菜饼 因为我们要健康嘛 因为我们用的又是不粘锅 就是 所以放一点油就可以 一点油就可以 放一点油就可以 不应该是素菜饼 应该算是海鲜饼 因为有蛤蜊在里面 对对对对就是就是 好调好了再给它搅拌搅拌 这时候锅里面呢 来这么一点点油 咱现在就开始啊 正式的烙我们今天的五彩蛤蜊饼了 好了一点点油润一下锅 咱们开始正式的烙这个菜饼了 整个这个所有的料全都放在锅里面 一会儿一起来摊它 我觉得这饼肯定好吃 咬起来的时候呢不是特别腻的那种肉饼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觉得烙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成小火呢 对 把火小一点 把小火一点 因为也比较好熟 萝卜生的也能吃 就是 木耳也是 木耳也是 再去菠菜也料了 鸡蛋也是半熟的了 哎 鸡蛋也好熟 就是 好 看成那么一个大大的饼 大量的蛤蜊肉 我们在这个 萝卜丝中间啊 会发现很多肥厚的蛤蜊 盖上盖子 闷着它 大家要闷多长时间在这翻盖呢 一般两分钟 两分钟左右就翻盖 有时候你也根据你的火的大小 嗯 一般我觉得两分钟 鸡蛋好熟嘛 盖上盖子 闷着它需要两分钟之后呢 给它翻个个儿 翻完个儿之后呢 就能把我们今天的五彩蛤蜊饼 端上餐桌了 好 打开盖子 热气腾腾的 今天啊 咱这个五彩的蛤蜊饼呢 就在这上桌了 来尝尝这个海鲜的味道 我第一回咬下去 正好咬到蛤蜊肉 很惊喜 但是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 我们做的这种海鲜饼呢 就是以前吃过韩式的那种 炸湿剂 觉得挺油腻的 这个非常的清淡爽口 就是 其实刚才呢 王剑老师说第一口是 惊喜吃的海鲜的感觉 第二口也有惊喜 第二口也有蛤蜊 第三口也有 为什么 我觉得用的很多 在家里面你要想让它好吃 一定要多用蛤蜊肉 否则它就不鲜了 对 很好吃 那个萝卜还酥酥脆脆的 爽爽的 很棒 今天啊这是一号的贾阿姨 给大家带来这么一道 五彩的海鲜饼 你一定学会了 因为做法简单 那么今天是PK的环节 欢迎我们今天的二豪嘉宾闪亮登场吧 来用掌声 有请他 健康生活 好 清凉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生活带 为您下着量身打造的清凉爽口菜的特辑 那么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最近的两个月时间内 我们会给您炎炎夏日 给您降降火 用什么降火呢 用那些家里面非常好操作的清凉爽口菜 怎么做呢 今天给您请来一位日本料理大厨 欢迎我们的张师傅 欢迎你张师傅 谢谢 那么我们这个特辑呢 是给您介绍世界各地各色的 这种清凉的爽口菜 张师傅呢 最擅长的是日本料理 今天带来这一道呢 是香根县的第一菜叫做什么 温泉蛋 香根县第一菜温泉蛋 现在张师傅教我们做 我们这个土鸡蛋现在在这个水中煮 这个水的温度有没有一些要求 有 水的温度不能超过70度 那怎么来辨别它70度 你看它冒泡的那个感觉 绝对不能让它连中间里冒 我的锅子都在旁边冒而已 你现在这个就是属于是70度 因为它整个中间没有冒泡 只是两边 这个温度煮这个蛋会有一些特别吗 因为它会把它的蛋清跟蛋网会慢慢的形成一个磨 形成磨 所以你打出来它不会破掉 就是说你最后的时候出来这个温泉蛋呢 它不是全手的状态 对 当你在泡温泉的时候 你的全身的能量都释放了 那你刚起来起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味蕾 如果你以最清淡 然后最营养的东西下去的话是最好的 你知道我一般泡温泉或者做汗农之类的 会觉得很累 但我想到的是吃完泡面之类的 那不行 那温泉蛋最好 温泉蛋内的是最营养的 对人体是最好 吸收也是最快 然后你不要把它组成全蛋的话 全手的话它吸收很快 就这样子 你组全手的话它就很难下化它 那我在想说 湘根现在为什么会出来这个第一菜 这个温泉蛋呢 他们当地有很好的温泉资源吗 是 没错 富士山脚下人们都在泡温泉 对 看雪山泡温泉 他们都会带着那个胡子 然后在泡 然后把温泉蛋放在旁边 那泡起来之后 都直接拿个碗打进去就喝 直接就开始喝了 对 那我觉得喝完之后又有体力要记得再泡 还挺爽的 也可以的 也可以了 我们这个有时间要求吗 比如说多少时间 15分钟就可以 15分钟 对 现在这个水会不会发烫 为什么你的手没什么事 不一样啊 会不会发烫 你下去那沉了一两秒就OK了 就OK了 你不要再给它温度再往上了 对 OK 好嘞 现在你能听得出来它有不一样吗 你晃 你给它晃它 里面是晃的 对 是烫的 晃它 你蛋黄有点左右腰晃 的确 这个里面好像是有一个流状的东西在流淌 那你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就已经全熟了 全熟 这样子最好 你看 切开一个角 你看它嫩的 对 特别颤抖的感觉 对 所以你把它打开之后你把它用下去 整颗的这样 很滑嫩 很漂亮很漂亮 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而且我们注意到 这里面一个蛋黄也是 外面有层薄膜包着里面那个流汁 它不会破 不会破 所以你到你喝的时候你把舌头一顶它就破了 不会像火山爆发有没有 哇 然后整个口腔里面都是蛋黄 对对对 那很有温暖的感觉 这边有个小配料 这个是什么汁 三味汁是怎么调 酱油 酱油 米韩 对 跟那个 茶余高汤 我觉得这个高汤还有这个酱油都常见 味淋是日本料理中常用的一种 对它可以综合它的酸性跟碱性 酸跟碱性它可以综合起来 它像中国的调味品种的什么 类似老抽啊什么那些东西啊 它像老抽 像酱油那种感觉 但我看味淋它的颜色很淡 对因为我们是用酒跟冰糖下去 比例下去熬饰的 那它更像是老抽加料酒 类似类似 就是味淋大概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OK我们这样子是直接淋上去吃的 对你可以直接淋上去 这汤可以喝的 淋一点就可以了 直接喝这个汤 这边 葱花七味粉 哎 七味粉是有七种东西下去清的 有点辣辣的 提味有点辣辣的 所以你用的时候我们是用点 这样撒上去 一点点 然后葱花 葱花来一点 对 这样就可以了 温泉蛋在下热的时候 这一道美食适合早晨吃 或者适合晚上夜宵的时候 自己饿的时候来一点 我是自己回去会煮一下打一个吃 打一个吃 哈哈 而且我们觉得泡温泉蛋的时候 有了温泉蛋 就会觉得泡温泉蛋的时候 不会觉得直接透吃 嗯 好了今天这一道温泉蛋已经学会了吧 希望你在家里面试试 也谢谢我们的张师傅 大家这么棒的日式的 谢谢 先跟谢第一彩温泉蛋 谢谢大家 朋友们在家里面一定要试一试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PK私房菜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了在大嘴的右手边的这个阿姨呢 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位嘉宾 叫做朱阿姨 欢迎你朱阿姨 谢谢 朱阿姨曾经在节目中露过脸 而且上次带来那道菜呢 就很有创意 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创意出来的一道春卷 是不是 那次的时候PK成功了吗 成功了 成功了 那么上一次的时候呢 这个拿到了我们泪主大旗号当周的 那么今天又来了 而且是跟我们的一号呢 也算是好比较厉害的一位民间的嘉宾 对 希望你有好运气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咱现在正式的开始 您这道菜是自补类型的菜品 名字是什么呢 珍珠 翡翠 炒虾鱼 大家一看到它就知道 这道餐呢肯定是一道自补餐 因为莲子太有营养了 但是有营养你得先会挑啊 阿姨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怎么挑莲子 就莲子吧 一挑啊 要是圆的 比较光滑的 这样质量好一些 再就是不要太便宜的 因为它便宜质量不好 因为这个莲子吧 质量不好用向身体 再说这个莲子里面吧 你买了以后吧 你要用水泡一泡 因为它太干了 炒起来不但用一束 这样把用水泡一泡它 再就是把这个莲子细拔出来 莲子有个青绿色的培养 就是 把这个细拔出来 因为这个细发苦 但是这样这个莲子呢 本身有很好的补心安神的作用 就是 你像一些老年人 或者一些神经衰弱的人呢 我们说多吃点莲子 它可以有助于你的睡眠 改善这种紧张的一种状态 但是呢就是这个莲子心会发苦 莲子心呢虽然很苦 但是在中医上来讲是一味良药 它有很好的这种扩张外周血管的作用 所以有很好的降压的效果 就是说其实阿姨 咱今天不应该把这个莲子心给它起出来 但照顾了我们的口感 而且这个莲子心呢 你像这个 对有清新火的作用也非常的强 像苦舌生疮的人 也是多吃点这种带心的莲子 那今天我们因为做菜呢 考虑的可能考虑它的口感 所以把莲子心给去掉了 那你把莲子心要用它能怎么用 就直接 你可以泡水喝 可以泡水喝 可以泡水喝 中月吧也是一道月才 对要食两用的 因为炒起来它有点苦 我们就把它拔出来 炒就不适合吃莲子心的 这样吧 把莲子和清豆用叶水烫一下 炒它一下 因为那个那个清豆吧 它是新鲜的有点发色 就是 对对对对 这样吧 因为烫一下吧 炒的时候还用一次 好了这边挑好莲子和清豆 就把它放在我们的锅中进行 焯水 刚才啊 王家老师跟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莲子的一些养生的功效 我倒很好奇 那绿颜色今天代表翡翠的清豆呢 它算是一种粗粮还是算是一种 所谓的豆粒呢 都应该属于粗粮 那清豆呢 它含有非常特殊的 就是它赖氨酸的含量非常的高 这在其他的粮食作物当中呢 是比较缺乏的 而赖氨酸呢 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种木质 它对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 以及促进人体的一个生长发育呢 都起着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 那平时都是我们吃好这个羊猪炒饭 或者是直接呢 有时候炒一个虾仁 都喜欢把清豆放进去 我觉得考虑两点 第一它咬在嘴中 面嘟嘟的 它脆爽脆爽的有的时候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什么 颜色好看 对 这边把这个青豆和莲子焯水 焯多少时间呢阿姨 焯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就很简单的一焯就可以了 这边阿姨已经将青豆和莲子呢 都焯好水了 很简单的一点这个动作 就能将它呢处理成熟 因为你提前要泡 豆子也要泡吗 豆子不用泡 豆子不用了 莲子焯熟了吧 因为它是焯吧 就是 所以在焯熟了吧 一般你没有技巧是不可能焯熟了 哈哈哈哈 阿姨说这话的这也是 然后再让我来这个期待 它炒的有点发硬 然后容易炒硬 因为它不肯熟 不肯熟 我看一看一会的时候 猪阿姨怎么给它炒到 火候刚好 还能吃出来那种 这个很正常的莲子的口感 好了 这边呢阿姨已经全都取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呢 给这个虾仁处理一下 虾仁嘛拔出以后吧 它这里有一个虾仙 对 要把它挑出来 对 就两头一去 中间这么一取就取出来了 那今天阿姨呢用的虾仁也是挺多的 我觉得这道菜一看算是清淡型 但是呢清淡不是那种呢 吃起来素拉拉的那种感觉 应该会很鲜吧 又不上这么一些 因为现在是料多吧 适当的选 适当的选一些 我看到这边阿姨要把这个虾仁 踢出来之后呢 还把这个虾中加了一点姜 加上姜吧去腥味 嗯 变好的 这样可以去味 这时候准备开始 给它先滑个油 滑个油 油温在几成热的时候把它下进去呢 七八成热吧 七八成热就下进去 其实以前大厨呢 在滑油的时候都会加这么一层 水淀粉 还是抓一样的一层糊 这样子在滑大的时候 能够保证更嫩 不知道今天猪阿姨 打破肠胃的这种滑油的方式 能不能让虾变得特别的嫩呢 这是个谜 一会儿的时候尝尝就知道了 哦 轻松的滑 去去去去去腥味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先放莲子和青豆 好 先放莲子和青豆炒 把葱炒出香味以后 这时候再炒一炒它 这时候不用炒的火特别大 因为毕竟莲子和青豆 之前是超过水的 对 已经近差不多成熟了 这个炒的时候火要大一点 炒到什么程度 咱再把虾仁放进去 炒熟了以后 虾鱼 还有枸杞 还放一些枸杞 我倒觉得 其实你看 这么多东西放在一块 我有点担忧 吃一顿饭吃这么多滋补品 就是莲子吃枸杞的 能成吗 不会吃完之后一边吃一边 留着逼血说 这菜味道不错 不会不会 因为像这个枸杞吧 枸杞它是 就是说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 而且呢 就是说它不会出现上火或者是滋腻 就不会有偏于寒性 或者偏于热性 还是挺忠诚的 对比较中和比较温和的一种 那就放一下 把核心也散进去 虾仁也放进去了 还加入木耳 木耳 木耳在上一道菜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的维生素 因为木耳的含量以及铁元素 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对人体的滋补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没错 来点盐下去 枸杞吧 有点甜味 多少有点甜味 所以就不用放糖 我觉得这道菜很适合什么 那是个女士来吃 对 因为看起来好像都是 对女性朋友很棒的一些食物 这时候吃是最适合的 这个季节 好来 一起 阿姨咱尝一尝法 好 我倒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这道菜 口感挺丰富的 第一口咬到了它的时候 能咬到那个虾肉痰的感觉 第二口吃到那个豆子和莲子 软软的 有点糯的那种 就淀粉多的那种 然后咬到枸杞 甜丝丝的 那种小 最像葡萄干什么的 枸杞的感觉 并且我特别喜欢这种虾的口感 因为这个刚才讲的是 挂上糊 可能更嫩一些 那种做法有点太饭店了 这种更加常 而且咬起来更实在 今天呢 两位嘉宾要一起请上我们的厨房 然后作为一个最后的好评判 看看谁是今天的获胜者 两位阿姨呢 是不分上下的 不过我决定把今天这票啊 投给我们的一号贾阿姨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主阿姨您今天炒这道菜 是一个很浓重的女性自补的色彩 我觉得如果说我要来自补的话 都是这些东西 会让我的春爷们朋友笑话 我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一号呢 贾阿姨在这道菜呢 吃起来的时候呢 不油腻 而且清真淡淡的 关键一点是什么 隔离肉真的是太香了 您那个方法太棒了 您看用锅里面直接烤的方式 这个方法在我家里 从今天开始要世代相传了 谢谢您贾阿姨 送您两口花生油作为一个纪念 谢谢 谢谢 赵大水的说法 要为我们的女性朋友出口气 那我把我的两口油送给我们的猪阿姨 那您又支持猪阿姨了 对 开个玩笑 刚才那句话是开玩笑 因为我凭猪阿姨呢 可能是有一点自己小小的私心 因为我本身是学中医出身嘛 但是呢我对这个药膳呢 从心理上来讲还是难以接受 因为药膳往往是把锅好好的菜 然后做成一个中药的苦苦的味道 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状态 对但我本身很喜欢这种像枸杞啊 像这种莲子这种药食两用的食材 它既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 果腹的功能 这而且呢它考虑到口感 并且呢它就有这种很好的营养和滋补的效果 所以说呢它的味道 还有它的营养价值来讲都是上乘的 好了甭说了 比赛最怕平手 可是今天到底是平手了 如果说两位不服气 下次撅着来挑战就成了 电视机前面的你 你来参与过我们节目吗 如果说没来的话你就得out了 赶快报名我们的节目 来这边见你的四方菜展示出来吧 我是大索尉 再次谢谢两位阿姨的到访 同志谢谢王剑老师细心的讲解 谢谢您